嗨,你们好 上一期视频我们聊了 见面打招呼的时候 什么情况下不说你好 那今天这个视频 我们来说一说 在告别的时候应该说什么 那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学过 再见这个词 那在比较正式的场合 或者和不太熟悉的人告别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说再见 但是在和熟人告别的时候 或者不太正式的场合 如果我们说再见 就会有点不自然 那我们最常用的 也是最简单的就是 拜拜 拜拜 那还有 如果你们知道什么时候会再见面 可以用时间加上见来告别 比如一会儿见 下午见 晚上见 明天见 后天见 周末见 下周见 下周一见 下周五见 都可以 时间加上见 北京人常说回见 回见 就是下回见 下次见的意思 那如果你们不经常见面 还可以说 常联系 常联系 那如果你们很长时间都不能见面 比如说 你的朋友要出国 去国外生活 这个时候可以说 保重 保重 就是 take care的意思 特别是 如果在机场送朋友 我们常说 一路顺风 一路顺风 意思就是 have a good trip bon voyage 在你的国家 人们告别的时候 说什么 欢迎你在评论区告诉我哦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 我们下次见 拜拜